他神似邓丽君,与林青霞齐名,最红时薛发出家,丈夫竟第一个支持,说到穷女郎,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龟亚磊,刘雪华,林青霞,他们确实都是非常知名且优秀的穷女郎。 然而说到初代穷女郎刘兰希,就显为人知了,刘兰希于2022年1月10日于美国旧金山至葬寺源纪,她离开的时候呈现卧座姿势,表情安详,被发现的时候胸口还有余温,当时空中还出现了彩虹,刘兰希曾是当红明星,清纯外形深受喜爱,一度红到日本。 24岁嫁给大10岁的医师老公,并移居美国,在当地修习佛法,最后决定薛发维尼,1984年,刘兰希与医师梁荣基结为夫妻,次年,随着丈夫前往美国进修,在这段时光里,他们共同深入研习佛法。 两年后,梁荣基回到台湾,继续医学事业,而刘兰希则选择留在美国的法云寺,向妙敬师父学习佛法,感受到佛法的力量后,刘兰希决定出家修行。 然而,她等待了整整五年,才成功说服家人接受她的决定。 幸运的是,她的丈夫给予了她充分的支持和理解,让她得以追随内心的召唤,投身于度化众生的修行之中。 1991年,在丈夫和父母的见证和同意下,刘兰希如愿以偿,在台湾的灵泉寺替法出嫁,法号道荣。 那一年,她年仅31岁,对于一般人而言,放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。 然而,对于修行者来说,他们的修行,只在学会淡泊人生中最难舍弃的一切。 在接触佛法之前,刘兰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选择出家修行,就像她也从未想过会从事演艺工作一样。 为了能够真正放下一切,深入学习佛法,她耐心等待了五年,慢慢地让家人从最初的抗拒逐渐接受。 尤其幸运的是,她的丈夫一直以来都给予了她最大的支持和理解,成全了她的决定,允许她去实践度化众生的愿望。 1991年7月,刘兰希告别了长达31年的尘世生活,正是踏上出家之路。 剔度当天,她的父母站在一旁,满含不舍的眼神,言语间带着泪水,让一心向佛的刘兰希感到内心不安,身着法衣, 法名为道容法师的她坚定地跪在地上,眼神直视前方,自我劝导,不要流泪,千万不要。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,却始终没有留下。 刚开始出家的那段时间,刘兰希对于佛学院里的群体生活感到十分不适, 特别是每天需要为二百多人烹饪大锅菜时,手握着比加中大十倍的铲子,感到手足无措。 经过几周的时间,她才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,由于她拥有众多关心她出家的影迷。 半年后,在灵犬寺举办的为期四十九天的精进禅期修行会上,身着灰色僧袍,脚穿僧鞋,脚上缠着布条的道容法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。 她透露,学佛让她内心宁静愉悦,甚至连做梦都会带着微笑。 关于出家的原因,她一再强调,我并没有真正放下什么,学佛让她获得了更多,对人生的价值观也产生了改变。 起初,她也不敢轻易想象出家的事情,因为一想到要离开家人就感到心痛,但后来她发现修行对于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, 于是决定踏上出家之路,回顾过去。 道容法师坦言,她走过的路上满是他人的眼泪,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,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缘分。 她深知自己应该好好珍惜,至于许多观众仍然记得她清纯的形象,还记得她演唱的歌曲和出演的电影。 道容法师感到非常荣幸,她认为能够在别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,是一种珍贵的经历。 道容法师积极从事翻译和教育工作,她认为,学佛是一种方便又经济地寻求快乐的方式, 而悟道的喜悦是外界无法剥夺的,她对于找到自己生命的归宿感到非常高兴。 她缘寄后,有一位师兄曾开天眼观察过她的灵魂,发现竟然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,而是仍然在人间逗留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难道她对人间还有着某种留恋吗?难道当年在父母哭泣声中出家,她后悔了吗? 师兄看到她的灵魂一直凝视着某个地方,眼神充满悲伤,尽管她与她交谈。 她似乎也听不见,只是沉浸在悲伤之中,师兄观察了很久,最终离去,但她仍然希望她能够放下悲伤。 早日往生至极乐世界,可见念佛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议,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很神奇,也相当地感应,或许有人会不相信。 但是因为这是实力,你不能不信,宋朝一位良侍女,良侍的女儿,良侍女念佛三年,她瞎了的眼睛,竟然恢复光明。 而且临终见到阿弥陀佛与菩萨们来迎接,仅仅念佛三年而已。 在宋朝,有一位来自山西焚羊的女子,名叫良侍女,她在年幼时就失去了视力。 但后来遇到一位出家人,向她传授念诵阿弥陀佛的方法,经过三年的坚持,她的双眼奇迹般地恢复了明亮。 这种歧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难以置信,但如果大家都因此念佛,眼科行业也就不需要存在了。 这显然不太可能,这些奇特的感应事件,也许是因为良侍女对佛法的虔诚念诵,使得她的业障得以消除,从而恢复了视力。 另外一个例子是印光大师,他年少时跟随兄长学习儒家经典,因此曾与韩玉,欧阳修等人一样诋毁佛法,写了一些批评佛教的文章。 然而,后来印光大师遭遇业障,几乎失明,但当他遇到虔诚念佛的修行者时,他的眼睛恢复了光明。 印光大师是一位伟大的祖师,他的经历与宋朝的良侍女一样,展示了信念的力量。 这种奇妙的感应现象确实令人难以置信,但信念越坚定,奇迹就越容易发生。 念佛治疗疾病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。 良侍女因为坚持念佛三年,双眼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,因此对念佛充满信心。 从那时起,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念诵佛号。 有一天,他看到空中出现了状藩和宝盖,阿弥陀佛与众多菩萨一同降临,来接引他。 于是,他就往生了,与之前提到的梦是一样。 良侍女也是坚持念佛三年,最终在生命最后一刻,迎来了佛菩萨的引导。 安详往生至西方极乐世界,那么阿弥陀佛这句念佛咒有何特殊之处呢? 他无疑是殊胜的。 阿弥陀佛被称为大一王。 这一称谓,难道不恰如其分吗? 的确如此,有人因念佛而从失明中恢复视力,有人因念佛而克服跛脚之苦。 这种奇迹甚至可以用台语来形容。 因此,阿弥陀佛这位大一王,能够医治我们身心各种毛病,其中最为厉害的,莫过于他的名号能够医治我们生死间的重大疾病。 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,值得我们对阿弥陀佛赞叹和敬佩。 因此,当我们念及这位伟大的佛陀时,我们对他的愿力也就越加坚信。 当我们遭遇不顺遂时,可以默念那摩阿弥陀佛,或者难无关是因菩萨。 我们念佛号的目的是为了净化内心。 当我们内心发生变化时,周围的人和事也会有所改变。 在念佛时,务必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佛号上,不要被杂念所扰。 只要你不断地在心中默念《南无阿弥陀佛》,念诵次数越多,内心就会越清净,功德也会越大。 当我们的心不清净时,看待人和事会变得扭曲,可能会把一切都看作不顺。 有时候,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厌恶,并不在于他们,而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。 六祖慧能大师曾说,本来世上没有遗物,何处生尘埃? 实际上,世间本无事,是人们自己制造了纷扰。 一个内心清净的人,无论遭遇什么,都能以善心对待。 如果你觉得某事不顺,那就立刻念佛号,净化内心,内心净化了,事情也就会变得好转。 经常念佛号,会带来无限的功德。 在念佛时,务必确保念念长线前,时时不离心。